就在人们开始回乡 准备迎接农历新年的当儿 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也在这几天飙升 一连两天都超过了4000宗 今天新增了4744宗 新增病例当中超过9成9 属于第一和第二期轻症患者 无需入院隔离治疗 目前有129人还在家务病房 7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教育领域感染群方面 从今年1月1号到25号 不到一个月内 已经出现了107个感染群 涉及4633宗确诊病例 疫情明显比去年的学年严重 另外从明天起 巴生谷四间综合接种中心 将为所有18岁以上的民众 提供无预约登门师打加强针的服务 分别是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武吉加利尔亚通体育馆 沙亚南IDCC会诊中心 和巴生创驾学会礼堂 这些接种中心将采用阿斯利康疫苗 但也会为特定人士 例如对阿斯利康具有禁忌症的人 提供辉瑞疫苗 感谢您的赏 m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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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